报税机到了,准备好你的认证方式了吗? 准备好咯! 嘿!不用这么麻烦,现在只要一只手机就可以行动电话认证了! 虾米,快带我上车! 使用前两点提醒,手机门号必须是纳税义务人本人申办的月租型门号。 认证过程请关闭手机WiFi,使用行动网路。 首先,来看看手机报税搭配行动电话认证。 Google 搜寻报税,直接进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。 点选手机版,网页将自动侦测,使用手机报税。 进入系统后,按下我要报税,选择行动电话认证。 输入身份证统一编号,选择电信业者,输入手机门号与健保卡号。 最后输入图形验证码,执行身份验证。 认证完成,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报税啦! 真的好简单,好快速哦! 使用电脑报税也可以行动电话认证吗? 没问题,我来操作给你看。 进入线上版报税系统,选择行动电话认证。 系统环境检测无误后,按下前往身份验证。 选择电信业者,输入身份证统一编号、手机门号与健保卡号。 最后输入验证码后,按下执行身份验证。 重点来了,请拿起你的手机,扫描QR Code。 这时你的手机就会开启身份识别网页。 确认资料并勾选同意使用者约定条款后,按下开始验证。 验证成功! 回到电脑就可以开始进行报税啦! 哇,那离线版报税是不是也可以? 当然啦! 按下开始验证。 验证成功! 回到电脑开始编辑报税资料啦! 今年报税就选行动电话认证。 一击搞定免差卡!